鼠年行大運 祝大家樂不思俗 打牌鼠錢鼠都手軟 鼠年穿老虎 實在哈囉 嗨大家我是滴滴 現在我仍在北港朝天宮百年古蹟 為什麼在這裡 身為雲林人的我 今天要帶你們來北港小吃一日有 業配北港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去吃第一家 Let's go 第一家要來吃這個 老壽鴨肉飯 好了全部上桌了 第一個點的是這個 大德鴨肉飯 35 小德鴨肉飯 25 鴨肉切盤 大德 150 鴨血糕 20元 這個是 燉鴨湯 另外一個是 薑絲鴨湯 兩個都是35元 有沒有覺得雲林的物價超便宜 超便宜 對吧 這樣就是 這麼多的肉才150 我覺得台北要250以上 然後 這個湯 台北要70吧 然後飯60 畢竟我也是雲林出生的人 然後去台北就覺得 東西可以買兩種 就是在台北買一碗 在的雲林可以買到兩碗 你們覺得想搬來雲林住了 小芳姐有來過雲林嗎 沒有 這我第一次 想說什麼 雲林好便宜 你不是要講好無聊啊 沒有 被亡於風景 欸 怎麼會有那個 這個嘛 請看 到了就是這一家 一等兩紅茶 我第一次喝的時候就覺得 他喝起來很好喝 然後有一種 學名子跟賣茶的香氣 然後我就覺得他是古早味的 很好喝 所以第一家就先來買這個 出現了 就這種古早的味道 小幫手喝一口 很古早味 一杯700cc 25塊 那我們就去吃鴨肉飯吧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先去買了飲料 來配這些 我覺得我先來吃這個肉 你看這個鴨肉 來吃原味 這鴨肉很鮮甜 然後他有加一些 滷過醬油的醬汁 還有鴨肉鮮甜的汁 為什麼你會選這一家 其實北港有兩家有名的鴨肉飯 一家是這個 一家是別的 就是小時候就比較常吃這一家 另外一家比較少吃 可是我們等一下就是吃另外一家 你確定 可以吧 就幫大家就是評比一下 就這麼決定了 改行程 這麼任性 現在吃這個 大的鴨肉飯 我大概有超過半年沒吃到了吧 因為畢竟也是出外島 可以去台北 他把鴨肉切絲放在上面 然後淋上鴨油啊 還有他們的那種滷汁 整個都是鴨油的香味 小當時要不要來一口 請評價 有鴨的香味 還有那個滷汁的香味 那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蠻好吃的 他不會太油膩 怎麼吃那麼快 因為這是第一家 還沒吃很餓 所以吃得很快 還有一碗小碗的 先來喝湯 這個是 薑絲鴨肉湯 我覺得他飯是蠻好吃的 但是湯是算 比飯還好吃 可是我覺得 這湯真的很鮮甜 鴨肉的味道 然後放薑絲 然後那個 湯清甜 鴨肉 另外一個是燉鴨湯 這個就是一鍋裡面的 這個就是 一鍋另外蒸的 然後我喜歡他的肉 因為他是 整塊這樣下去燉的 筷子一下去就骨肉分離 鴨肉湯 我覺得你要點燉鴨湯 而且這是限定的 就是賣完就沒有 再來吃這個 鴨血糕 一般是吃米血 這個是鴨血做的米血 鴨血糕米血就吃起來軟軟的嘛 鴨血糕吃起來是 肉米感更強 然後吃起來很Q 然後我覺得一定要蘸這個 番茄醬 上面是寫番茄醬 但是他吃起來比較像甜辣醬 我覺得這個 真的很適合 我覺得你吃一個 我在外面還沒有吃過這個 這個醬啊 跟這個 從來沒有吃過這個味道 是好吃的嗎 太新奇了 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在地人有一個吃法 就是把這個 醬 加 兩圈 在這個鴨肉飯上 然後再吃 其實我好像沒有這樣吃過 但很多人都會這樣吃 我來幫你們試看看 欸很特別耶 就是多了一個酸甜的味道 當然不會不適合 但是就是很特別 大家喜歡吃鴨肉跟鵝肉嗎 就是這種切盤的 來沾這個特製醬油膏 但我覺得不要沾比較好吃耶 原味 吃原味嗎 啊 你吃看看 原味就很甜 跟我一樣 那我們直接去吃下一家 Let's go 第二家就是這個 另外一家的鴨肉飯 好 Let's go 我們就直接來試測 這個鴨肉飯 看起來跟剛才 好像有點不一樣 這感覺比較鹹 欸這家吃起來真的比較鹹 然後蠻香的 剛才那家有點不一樣 剛才是 鴨香味比較難 鴨油的香味比較難 這個是 滷汁的味道比較難 很漂亮 我比較喜歡 第一家 是不是我說的那樣 就是 一個 鴨油香 一個是 滷汁香 對 我覺得都說蠻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 你比較喜歡那個 鴨油多一點 你就選那一家 但是你覺得 滷汁香比較重要的 你就選這一家 湯我覺得剛才比較好喝 算這個也算不錯耶 就是剛才那個 鴨味更濃 吃完了 也吃了兩家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吃下一家吧 Let's go 第三家來吃這個 有名的北港鴨鴨冰 鴨鴨冰 剉鴨冰 一碗30元 30元很便宜 跟台北比的話 它特別的是有一個 一般我們剉鴨 你看不到的 一片一片的 叫 脆圓 它很像QQ的 蠻像藕尼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像那個 麻糬的瓶 有有有 很Q耶 剛才吃完熱的 就來吃這個吃冰 一碗才30元 但我覺得吃起來 雖然還好啦 還可以 普通 冰液才30元嘛 就吃個解熱 而且這剩下 味道超近 肉在廟前 走路不到一分鐘就到了 我平常走30秒吧 你在看哪 看你的退場 看你的退場 這湯圓 白色的這個 也是 現搓現煮的 吃一碗 蠻消暑的 加這些雞肉 台語是不是很好笑 吃完 那我們去下一家吧 Let's go 吃這一家 鴨肉羹 又吃鴨肉 今天都在吃鴨肉 但是不一樣 剛才都是飯啊 清炭 這個是鴨肉羹 它有那個生炒鴨肉 鴨肉有炒過的那種鍋氣 然後 加那個 筍絲啊 洋蔥 喝起來很挺 走 加個胡椒粉 原味的湯啊 喝起來就是清甜的感覺 然後那個 鴨肉生炒的香氣 如果你吃到一半 再加那個無印醋 就是 完全變成另外一道菜的感覺 加這個 辣椒粉 所以 一根三吃嗎 就有三種 胡椒粉 辣椒粉 無印醋 很小幫手吃完 我們再吃吃下一家 好吃嗎 這個 這個 羹 台北人有吃過嗎 真的很好吃耶 吃就吃一隻 比這樣幹嘛 業配啊 這不是業配 這是 北港小吃一日有 再來吃這一家 阿果夾魚肚羹 我在台北都沒有看到 有人在賣夾魚肚羹 夾魚肚是什麼呢 我們進去 我再跟你講夾魚肚是什麼 外面比較少看到的 夾魚肚羹 這個夾魚肚 據說是以前的人吃不起真的魚肚 以前真的魚肚很貴 然後這個就是豬皮下去炸的 菜乾拿去炸 然後就會變成這種QQ的口感 台北有吃過夾魚肚羹嗎 沒有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豆子皮 但是後來 科普以後才知道它是豬皮 我覺得你要吃一個 讓沒吃過的人 講述這些口感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你會覺得它是什麼 它好像吃過耶 版的 版的有時候有 好像有 然後手下槍裡面有 對 就類似什麼竹生啊那一類 完全吃不到有豬的味道 吃不出來 其實比較像某製品對不對 有一點 然後是香菇肉跟香菇 這香菇咬下去還會有汁 菇的味道 蠻容易的耶 連吃了兩個鴨肉飯 然後連吃了兩個羹 那你現在幾分飽 5分吧 我已經很飽了 一樣加這個醋 無印醋 是不是台北的羹都是加工研烏醋 有差別嗎 那你喝看看跟烏醋有沒有差別 是不是多了一個香味 不一樣 好像有點不一樣 它沒有那麼酸 嗯 它有多了一個豐富的香味 小魚豬羹裡面還有這個 好像是什麼花枝羹的 胡椒粉 大家一般吃肉羹的時候會加醋嗎 我一開始都會先吃飯碗原味 然後再加醋 你咧 我又加白醋比較多 白醋不是吃酸辣湯的時候嗎 對啊 對啊 看 很彈 很彈 你吃它的肉 一般的肉跟粉比較厚 這個是比較實際的肉 我覺得如果肉再熱一點 應該會夠 粉再多一點的意思 對 一碗也是35 好啦 台北烏加粿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畢竟店出這麼貴 很怕被攻擊 吃完 吃完了那麼多的東西 現在要帶大家來買飯熟裡 北干嘛 就是很多賣大餅的地方 我喜歡的是這一家日星塔 它還可以試吃 試吃完你覺得什麼口味好吃 你再買它 那我們就進去買吧 Let's go 你知道它猜多少錢 你猜 180 130 是不是很便宜 真的 然後它有顆粒的 或者是有加核桃 或加肉鬆的 我自己是最喜歡吃這兩個 然後還有什麼 鳳梨酥的也很好吃 然後他們家的招牌是狀元餅 狀元餅就是剛才試吃的 它有豆沙餡還有蛋黃 然後還會加肉鬆 剛才差點忘了買這個 我覺得最好吃的 杏仁瑪朗 然後這個是一斤的 一斤大概有600公克嘛 15個 等於一個是 250除以15 10幾塊 大概不到20塊 然後這個也是一斤 兩個都是一斤的 600公克 我們去結帳 總共是500 第2家半熟李奧奶買這個 聖河香蠔 這條街有賣很多花生 我覺得這家最好吃 我們進去買 選了一個11號蒜味口味的 我覺得那個蒜 蒜香蠔好吃 然後它也有那個黑金剛 就是黑色的 就看你們可以試吃完 決定要買哪個 我是要買這個 11號蒜味花生 我們就去結帳吧 現在喝木瓜牛奶 欸我覺得這一次比前兩次好喝 你覺得可以嗎 剛剛好 就還可以 它的木瓜跟它的奶粉調的很剛好 就是有木瓜香 有奶香 而且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它賣40耶 台北木瓜牛奶要多少 70 差不多 欸我看那個 就是Kanbang上說寫70 我說 嗯 買主下去 然後喝這個 花生牛奶 有常看我影片都知道我是花生控 所以我才會喜歡花生牛奶 花生的香氣超級濃郁 然後加上那個奶香 就是花生牛奶 好處會發生 走我們去吃最後一家 壓軸的 好啦來到了最後一家 要來吃這個 一朗 然後我 很常吃的這家 這家是網上才開 開到半夜 它有特別的小排飯 蝦仁飯 然後還有 青蛙湯 就是甜雞 就吃起來很像雞肉 可是很嫩 很多人不敢吃 但是我覺得這樣 它的湯非常好喝 然後 它的豬腳 我覺得非常好吃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吃吧 Let's go OK全部上週了 總共點了一個 土豆魚根 小排飯 蝦仁飯 清燉青蛙湯 兩隻青蛙 刮刮 虱目魚肚湯 然後兩份豬腳 這豬腳有沒有看起來很好吃 如果沒有香菜會幹嘛 是要加香菜 台灣人不是吃香菜會幹嘛 先來喝這個我沒有點過的 虱目魚肚 這是今天目前最好喝的湯 是不是 很甜 看測清澈 可是很甜對不對 真的很甜 來吃一個魚肚 欸還可以 我平常根本就不會點 虱目魚肚湯 因為我就不喜歡吃 太多魚味的東西 土豆魚湯 一般的土豆魚都是炸過的 然後再放進去 這個就直接變成薑 這羹有那個 蔬菜的甜味 然後鮮甜 每一家都是無印醋 沒有這家無醋 蝦仁飯 它是裹粉的蝦仁 然後拿去 滷吧 適合這個蝦仁 你覺得蝦仁好吃嗎 還不錯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平常不會點這個 我會點的是這個 小排 是不是很像控吧 但是它有這個 一根一根的骨頭 這是小排的部位 這個骨頭 不用用力一咬就出來 這什麼塊 雖然它很像控吧 可是我覺得小排就是 那塊肉更有味道更香 直接來配這個 最後的最好吃的鴨子 豬腳 今天第一次出現這個表情 今天第一次出現這個表情 好吃到說不出話來 豬腳是好吃的吧 那個醬 就是黏嘴唇 然後很有膠質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家整體而言 我會給八分 八分就是會肥吃的點 又來吃青蛙了 你吃起來就是很像很嫩的雞肉 要嘗試吧 你要長大 真的蠻嫩的 原生第一次吃青蛙覺得如何 其實真的蠻像雞的 很嫩耶 會從食材上嗎 還蠻不錯的 一四層主顧 一四層主顧 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就是養殖的 你以為是路邊抓的啊 就是水狗旁邊抓的 沒有 就是人工養殖可以吃的 然後它內障 頭部都有清乾淨 整隻現在都可以啃 路邊抓的 水狗 你這些吃得完嗎 可以吧 你覺得我吃過啊 感覺有點多 不要刺激我 那我就再加點 加點 去 還加點 對 加點一份 看起來很好吃喔 看起來很好吃喔 是不是可以過年擺在桌上 當年菜的感覺 盤底的汁不要浪費 不要煩 我覺得這一盤的感覺比較好吃 因為有加比較多的汁 對 要吃一塊 我覺得更好吃 嘴唇都會黏黏的 就黏住 差點打不開 無法講話 無法 嘴巴打不開 太誇張 太誇張 整隻是不是很可怕 瓜瓜 你覺得很可怕 真的 真的 該不會因此被終於訂閱吧 不會啦 還是有人吃啊 怎麼可以吃兔兔 怎麼可以吃兔兔 這是青蛙 怎麼可以吃娃娃 這湯真的非常好喝 今天會不會被說吃太少 不會吧我們吃很多家欸 吃到餐廳 最後一家是不是 已經沒有太陽 已經晚上了 好等一下我們就去外面結帳 然後做個結尾 不能錯過 會要送在地伴手禮 今天總共有10家店 兩家是伴手禮 然後兩間飲料 一間冰 然後五間吃的 總共10家 然後最後的 投獎就是這個 我以前影片有講過的 花生辣醬 北港地方特殊 如果沾肉啊 或者是加在麵裡啊 我覺得都很搭 你可以自己回去吃 就抽五罐給粉絲 就在下面留言想 我想對你丁丁說 然後看你想要說什麼 罵我也是可以啊 但是就不會抽你 最好吃的前三名 最好吃的前三名 這些都是我 平常會吃的 所以才來拍 但一定要選一家 就是最後一家吧 昨天的主角 五點才有開 不然就是你可以選前面的鴨肉飯 今天總共花了1720 我加花生醬的話 大概是2000出頭 買這麼多吃那麼多才2000 真的很便宜 那為什麼今天想要來拍北港特殊 講到重點了 就是因為 雲林現在有一個雲林好行的活動 外縣市你只要來雲林玩 不管你說到斗六火車站 或者是虎尾高鐵雲林站 它都會有接駁車 你只要買一日套票200元 就可以玩一天 北港一日遊 就可以去吃我剛才吃的美食 或者是它上面推薦的 你們就自己挑選你們想吃的 或者逛逛古蹟啊 然後也可以在百年古蹟的媽祖廟 拜拜 如果沒有信仰你就來吃東西 拜拜 吃東西 那接駁車 不管你在火車站搭 或者是高鐵雲站搭 都是301 301 它就是一條線 最後一站就會到北港朝鮮宮 然後你就可以逛廟前的所有的小吃 好啦 這也算是很少在雲林拍的特輯 一日有的資訊 我資訊長會附資料 你就自己去看那個路線 然後你就可以照上面的推薦吃 或者是我今天的推薦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因為你也開心 當時會收到我上面的動作 為什麼要一直拿這個啊 如果想看我吃什麼東西 挑戰什麼東西 在下面留言給我 想知道更多資訊的朋友 可以搜尋我的臉書 粉絲專頁還有Instagram 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們下次見 Bye 你要不要講個過年吉祥話 過年嘛 鼠年 鼠年行大運 祝大家樂不思俗 打牌鼠錢鼠都手軟 這樣可以吧 大家應該都會小事手氣 呱呱了 鼠年穿老虎 是在哈咯 是在哈囉